HELLO 大家好,我是Heidi 很久之前我在IG story分享過一次我做的花甲蒸水蛋 很多人問我會否容易做,有沒有吃譜,有沒有拍片分享 今天這麼巧就煮開這個菜 我記得這件事就拍一個煮食Vlog 其實會煮三個菜 一個是炆豬腳 因為我弄傷腳,以形補形 然後就有娃娃菜 一個上湯娃娃菜 還有花甲蒸水蛋 如果你們有興趣看我這個手忙腳亂的人煮飯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了 最浪費時間就是炆豬腳 所以我們先煮了它 材料有花菇,浸了一晚 豬腳在街市買 讓他們燒一燒我表皮,刮走毛 回來就不用怎樣處理 洗一洗就可以用得了 豬腳要出水 所以我們要準備了薑和蔥 薑就切開一片片 然後蔥就切一大段就可以了 因為有蒸水蛋 我們就切蔥粒點綴一下 出水的話我會把薑 蔥和豬腳放進去 等水滾之後一兩分鐘就完成了 等水滾的期間 我會準備一些乾蔥和蒜頭 準備好了就可以開鍋了 我會加少許油 把薑、蒜和乾蔥 然後就放剛才出水的豬腳 前後拌一拌 拌至差不多 我會加少許酒 然後再炒一炒就可以 把它們放進燜過鍋裡 跟手加雞湯 剛剛蓋過材料的表面 之後就可以加些蠔油 我加了四大斤左右 想看下去深色一點 就可以加些老抽 然後加一點白胡椒 和黑胡椒 炆上肉軟 記住加冰糖 和習慣我都會加兩塊香葉 下廚房又出現了 我忘記了冬菇 所以我現在趕快炒香 然後加入鍋裡 這個菜要做的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只需要調小火 慢慢炆一小時 然後關火焗半小時就可以了 關火焗一段時間之後 打開驗收一下成果 除了看之外 都要試一試味才行 味道就OK 差一點色 所以都要加多一點老抽 小火再煮一會 輪到花甲蒸水蛋 花甲買回來用鹽水浸一浸 就算它沒有沙也好 水都會很髒 洗好之後 將它們放在小碟裡 然後用大火蒸 蒸到它們全開口就可以了 蛋汁方面的比例很重要 我會打兩隻雞蛋 然後發勻它 然後就會拿涼杯春冬 將我們剛才蒸好的蜆拿出來 然後拿一會兒要蒸蛋的碟 將蜆逐隻逐隻鋪上面 剛剛蒸蜆的水不要浪費 蟑螂倒進涼杯 然後加雞湯 加到250ml 蒸蛋這個比例 基本上是無敵的 兩隻蛋和250ml的湯 拌勻就可以加雞蛋了 記住一定要用蟑螂的工具 蛋蒸出來才會滑 所有材料拌勻之後 先放在一邊 因為我要洗米 其實大家喜不喜歡看這些 煮食VLOG的嗎 又一次發生蝦露事 我按了按鈕之後 發現忘了水 是時候要照顧一下 煮豬腳 我想醬汁比較濃 就加少許三分碎 然後開火 然後兜一兜均勻 關火 熄火 焗煮就可以上碟了 燃燈凍了 就可以用蟑螂往往 加一些蛋液 用微菠蘿保鮮 包著隔水蒸5分鐘 最後就煮我們的娃娃菜 首先把薑和蒜蓉爆香 接著就放些金華火苔 一邊炒炒到很香 為止 這張蒜蓉磨得太小 所以很快就煮到有點焦 然後就加一些娃娃菜 然後直接倒少許雞湯 把它炒兩下 你真的看到我推來推去 然後蓋蓋 煮它大約三分鐘 就可以了 我會用碟子夾起所有的蔬菜 然後底下的湯 我會把它加三分水 煮結一點 變成了一個芡汁 前後大約五分鐘就可以上碟了 蒸蛋我試過七分鐘太老了 所以現在我也是傾向蒸五分鐘 然後焗著它 每次揭開出來 你看到蒸蛋這麼滑 都很有成就感 平時不加蔥 今天有很多 還有想拍片裝飾 就加一點 既然可以開飯 豬腳也可以打開 這就是我家平時的家常小菜 雖然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技巧 又不是用太多調味 但是也挺好吃的 有沒有發現旁邊為何只有兩碗飯 沒錯 那天臨時被我媽媽放飛機 說不回來吃飯 給大家看一下 豬腳真的很軟 除了冰糖之外 另一個小技巧 就是用小火炆完之後 不要開蓋 焗著它就可以了 拍片當然要先上機吃 爸爸不要妨礙我 他也沒有我這麼好氣 走開給我繼續慢慢拍照 這個蒸蛋即滑到 一定要筆出來示範 給大家看看它如何動了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開餐 不是啦 還要照顧我們家兩位 地位崇高的大帝 大家經常說想看我拍煮食的過程 其實真的很日常 很加上的 希望你也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影片 逢是六間斗三 另外是日間斗十二點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